最怕你一生碌碌无为,还安慰自己平凡最可贵,我有个朋友在几年前停止了抱怨和自怨自哀,开始努力改变自己,到今天,他的物质生活和精神让他也都没有什么改善,年轻时总是缺乏对自己的正确认识,时而觉得自己能力超时,海阔天空,时而觉得一无始处,平凡无能,长大后,经历的多了,逐渐认清自己。 才发现自己原来是一无是处,平凡无能,没情没事也的人,才有时间去提高自己的人生境界,幸亏当事者迷,不然真的看清事实真相,很多人是承受不来的,那些人人羡慕的精英,其实获得并不如你想象的那样好,但肯定比你是强得多,盖茨修学创建成了世界富翁,但人家修的是哈佛大学, 像我这种别名牌不认识几个的人,有时候连别人在炫富都感觉不到,有些妹子喜欢戴上墨镜自拍,其实再戴上口罩,会显得更美,我这张脸只要遮住两个地方就完美了, 一处是右半边脸,另一处是左半边脸,童话里的灰姑娘虽然熊,但都很漂亮,你漂亮吗? 父母一直注重对我的品德教育,到了社会上,我按照父母教我的接人待物,却发现自己并不受人待见,秋天是收获的季节, 别人的收获是成功与快乐,你的收获是认识到,并不是每个人都会成功与快乐,不亏有青春,我发现自己失去了很多宝贵的东西,但我并不难过,因为我知道,以后会失去的更多, 我常听到别人说,我希望他有什么话当面说,不要在别后中伤人,一些人信以为真,而实际上,我的实践证明,当面说别人坏话,别人会非常愤怒,难堪,所以重伤别人,一定要在背后,坏女人爱男人的钱和权, 好女人爱男人,以有钱和有权而产生的自信,宽大,精英充沛,乐观进取,还好,殊途同归,过大学宿舍的一个女生,每天要花半个小时,半狗粮,拿到外面去喂流浪狗,和她半个月才给家里打一次电话,她家是三线城市的工薪阶层,同学们都说,她是爱心小天使,妈不是说你,你看你找那个对象, 长得那么丑,话也说不明白,我要是和别人说,这是我女主,我都觉得丢人,她家有十几特意,当然了,人也没必要活得那么适容,为什么非要在意别人的看法呢,更何况,爱情本来就是盲目的,忙着痴迷,很多人喜欢旅游分享经验,看着他们把钱花光出去走一趟,回来后,生活还是没有任何改变,我就放心了,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